講得正高潮喔 她就說 所以呢 這樣做就對了 收視率一定會很好 然後她就 醒過來 玉琳 妳一定覺得 妳跟你講啦 她就打開抽屜 就拿維他命C 跟那個鐵 連那個命題老師 都為這個辦法 他們都極為肯定 吃辣一點 辣 中午 或者是宿醉 好 宿醉 宿醉會提神 不是 那宿醉的人最需要就是 然後再來我想說 中午的話 妳可以吃一些咖哩 或者甚至就 中午就約約吃麻辣鍋 就是 直接喊人生 整晚都不想睡 我會用泡人生水 對啊 因為像上次 我也是來貴姐妹 然後就說 拿那個介紹那個人生 就 那天我吃 你也是啦 喊兩天高利生 對不對 整個晚上沒辦法睡覺 因為就是精神 這麼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你就喊人生片 超厲害 想要滿滿好體力 這樣做真的可以嗎 怎麼吃才有好精力 精彩內容 千萬別錯過 來 我們今天三位其實是 平常工作都是非常繁忙 滿檔的啦 對不對 通告網 通告網 沒有沒有 對啊 職業婦女 職業婦女 一個月五十幾個通告啊 真的 低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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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調 低調 因為他怕明年報稅就找他 對不對 也很難低調 電視打開哪一天沒有你啊 真的 真的 但是從來沒看過你哪一集是打瞌睡的 你好像都很有元氣 都是笑得好大聲 如果有時候撐到最後一場凌晨一點 在購物台賣那個咬錢殘廚的時候 那等你也去啦 對 別這都要搶 我還是付出最大的熱情 好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今天要給我們滿滿精氣神的 四大充電法寶 我們大家來學一下 好不好 第一種叫做 昏昏欲睡的時候怎麼辦呢 欸 怎麼辦呢 他靠的是什麼呢 看一下 好 靠補氧 補氧 對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來補氧來充電 對不對 很多產品要訴求也是 也是這樣子對不對 柯帆哥 累的時候一定就是打哈欠 補氧有用嗎 嗯 就是缺氧才會打哈欠 打哈欠就是因為二氧化碳過多嘛 對 對不對 有一種就市售有那種 喜好房就有在聞的那種氧氣啊 可是我聽說會氧中毒 有一瓶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對對對 那叫什麼 純氧 純氧 他說那個吸都會中毒 我以前也買過氧氣機啊 那一台跟廚師機那麼大 那麼大的那個賣的還不便宜 然後我就買回來辦公室用 可是也不OK 麥可傑克森是 沒有 因為他那個吸入方式有點怪 他是想跟管子插在鼻孔裡面 然後我在那邊吸吸吸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進來 嚇一跳 你知道嗎 運哥 他以為我身重病啊 他身上原本的翻身一樣重病啊 結果搞到後來只能夠偷偷吸 因為被人家看到還滿shocked 也很怪 我都趁那個 那個大家下班的時候 自己在那邊偷偷吸 對 怎麼服癢啊 對啊 洗臉啊 洗臉啊 就是如果說你現在很想睡覺 或幹嘛 就是趕快去沖冷水嘛 讓自己醒過來啊 然後不然喝一些那個啊 譬如說運動飲料 不是有一些那種 運動飲料有幫助補癢嗎 我覺得有 我知道了 喝水 喝水最有用 我剛講那個存氧機 確實有你們講到 洪秀欣笑那麼開心 幹什麼 好像吸酒了 會有後遺症 真正有用 是我以前跟我的一個老闆學的 我那個老闆 因為也是做節目的老闆 然後每次跟我在開會 開著開著 就講得正高潮 他就說 所以呢 這樣做就對了 收視率一定會很好 然後就 就算睡著了 哎呦 然後大概你要等他10分鐘 因為你不能離開 你如果讓他知道 你在他睡著當中離開 醒來他會罵人的 然後醒過來 玉琳 你一定覺得我有病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只是缺氧而已 其實像我們做這行的人 常常腦部會缺氧 他就打開抽屜 他就拿維他命C 跟那個鐵 C跟鐵一起吃下去 而且他有一套原理 吃鐵我認為是真的能夠補充氧氣的 因為鐵本身不是我們雪紅素的重要組成的成分嗎 對啊 那雪紅素是幹嘛的 雪紅素 就是在攜帶氧氣的 對 所以治標要治本嘛 你讓雪紅素變好了 他 那雪紅素要變好就是必須要有鐵子 好會講 還有 就是好能轉 還有 還有 好厲害 運一隻紙啊 真的好能講 這是醫學的看法 連那個命題老師都為這個辦法 他們都極為肯定 命名 命名 江柏樂老師跟我講 他說 多吃鐵子 磁場會變好 我說那有這種事啊 那個意思是說 我多吃菠菜磁場會好 他說你不要給我開玩笑 這是真的 他說因為我們地球南極北極 不是有磁場 哇塞 越講越遠 那你多吃鐵子 那鐵是不是能被磁所吸收對不對 所以當你身體鐵子越多的時候呢 你受這個地球的南極北極的磁力線的影響 你的磁場就會更強更壯 他真正沒告訴你 就是你鐵子補充多的磁鐵子 你不要亂放在你身上會吸住啦 對 將來可以表演那個胸部吸 那個菜磁 吸運動 吸鐵 維他命C跟鐵子 你不要亂講 等一下我回去就真的吃多了 剛剛在講的時候 三位專家都點頭了 哪有 那是覺得好好笑 他們是剛好缺氧 他們是好笑的 我反而是 剛剛那個洪素卿點頭是這樣 很中風是吧 我們一格一格來求證一下 一個為他們喝水 喝運動飲料 喝運動飲料 對不對 營養師來幫忙解惑一下 哎呦 哎呦 他盡了一下 哎呦 他盡了一下好不好 好酸啦 正經一點啦 營養師你是來這邊釋放壓力的 我覺得玉琳哥說得好好笑 但是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啦 B加坡是不合理的 江柏勒有認證 他把江柏勒搬出來背書耶 我不知道江柏勒 那你覺得唐木劍 你覺得唐木劍真的可以 他營養師好不好 他不是命理師 但是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其實我們以前就認為 就是鐵 就是其實基本上 一定要是貧血的人才能夠補鐵 但是貧血你要看是哪一種鐵 譬如說地中海貧血 你是不能補鐵的 你反而會有鐵中毒的危險 然後再來就是你 你這個貧血其實有可能是 維生素B6 B12 液酸缺乏的貧血 不是單純一定是鐵的貧血 好那假設呢 你今天呢就是 都沒有去檢測 然後你就補了鐵 其實鐵在體內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像是氧化劑 就是它是個攻擊物 它其實會讓你體內 產生發炎的反應 所以你去看國外 或是現在比較新的營養品 他們對於男生 可能50歲之前或是40歲之前 它是不含鐵的 因為男生不容易缺鐵 因為基本上 他不像我們女生有MC 所以會容易鐵的流失 了解 那除非這個人 因為就是他可能如果有胃潰瘍 我們可能才要補充鐵 那在接下來為什麼 可能60幾歲以後 男性的配方 綜合維他命會加鐵 是因為我們的胃 各方面吸收能力可能不好 所以真的不要聽完以後 就一定要補鐵 但是你的那個老闆 我覺得聽起來像有 呼吸中止症 突然睡著 我也覺得 他突然會突然睡著 就是他如果三不五時 就是這樣躺下來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那個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個時候 假設那個很久以前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呼吸中止症 這個概念 所以也許他那時候 都是沒有被診斷 可是他就不會睡很久 他就大概十分鐘又醒過來 對對對 這些人都不會睡很久 那克凡科剛的這個 喝水 喝水是有幫助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可能其實缺氧 是因為他的缺水 造成他有點類似像脫水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的 一天需要的水分大概30到 每公斤體重30到35CC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自己需要的水分量 那往往你知道現在的人 然後水量可能沒有很多 但是可能喝了咖啡茶喝很多 那個那些都是利尿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早上喝 到了下午 其實你又沒有補充到足夠的水分 所以你是處在脫水的狀態 所以你喝到足夠的水的時候 一些髒的東西 可以藉由水幫你給帶走這樣子 那是缺水的狀態有用 那如果你本身水就已經喝很多了 就比較不會了 那就沒有用了對不對 那運動飲料咧 運動飲料其實 因為運動飲料其實比較不會 我覺得你應該是缺糖分 就是你可能就是吃的東西不夠多 或是你一下能量上不來 因為運動飲料它基本上都是帶有甜分 所以那都是單糖的甜分 可能就是快速補充給你一些能量 這樣子 他講的應該是類似那種 有這種飲料就是說 什麼牙子 對 如果你是喝什麼牙子的話 就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是有刺五家 那刺五家他們發現 確實可以提升協議的吸氧量 吸氧量 不過肅清有沒有這種像我們補养方式 那當然有的有用有的沒用 但是沒用也就算了 有人弄一個錯了 還反而造成不好的 對最可能最危險的補养方式 也是前幾年曾經有一度很流行的 就像那個玉琳哥那樣 他們用氧氣機 氧氣機算是比較進階版的 更好一般就是 有些女生他們會去幹嘛 他們去做高壓氧 如果你什麼去膝高壓氧 你會變美啊變白啊 所以也是非常流行 用這種方式補养 因為你在高壓氧的狀態下 促進養進去你的身體嘛 就曾經就有一個女生 他也是這樣買了療程 他就去做 結果他在使用高壓氧的期間 他就癫痫發作 然後他們就醫學文獻顯示 確實部分的情況下 你用這種高壓氧的狀況 強迫氧氣進去 有可能會誘發癫痫 甚至他們剛才那個 那個課盤說會有氧中毒是真的 有些有一陣時間流行賣那個 純氧品 高山的什麼純氧 他們說當你吸收純氧的時候 因為氧分壓過高 有時候甚至真的會有氧中毒 傷到你的肺部也有可能 所以是不能隨便用的 像那種氧氣機 一般我記得那時候都是說 像我阿嬤 因為這裡有病房出來 要帶這個家 我們就把他放氧氣品 很少像他這樣子 這麼健康的狀態下 在吸那兩個的 那時候很熱賣 而且他標榜說 他那個發明的人 他也知道存氧對身體不見得是最好的 所以他又混合一些氮氣 什麼氣 他只是氧的濃度比 都沒那麼高 是喔 那如果自己想辦法增加氧呢 譬如肺活量 改善 肺活量也算是癢的 對啊 可以有改善的幫忙嗎 其實 就中醫的觀點 並沒有說補氧 就是說中醫觀點 沒有說 古書說要怎麼補氧 要怎麼增加肺活量 所以你才會 身體的吸氧量會夠 就中醫的觀點的話 一個公共預睡 那就我們想看 他是氣血比較不足 我們中醫會從他的氣血的觀點去看 那怎麼樣 要增加你身體的 現在所謂名詞吸氧量 也就是說你的血液循環要好 這樣子去帶動的話 那就是你要氣血方部 我們中醫的觀念 氣形折血型的這個 這個觀念去做 所以就我們中醫的觀點的話 我覺得昏昏欲睡 那當然我們在中醫室 從你的氣血方面去調整 就是可以在臨床上有所改善 所以你們中醫就是補氣補血 那你們會特地針對譬如說肺啦 或是會嗎 對就是說如果說像我們所謂 很多人一定會覺得說補肺氣 那為什麼什麼叫做補肺氣 那補肺氣臨床上就是肺氣虛的人嘛 所以我們才說你要補肺氣 那補肺氣 肺氣虛的人是什麼樣的症狀 就是你看有些人講話 越講越沒有力氣 他覺得好累好疲倦 越說越沒力 越說越騷 那這種人在臨床上很明顯的 就是屬於肺氣虛 所以白色的食物多吃是有幫助的 對 像我這邊拿到的一些白色的食物 就是一些比較潤肺的 那潤肺的就是說 肺氣虛的人氣管不好 容易咳嗽 容易感冒 容易氣喘 容易過敏的人 那你平常就可以多吃一些潤肺的東西 那邊有什麼東西 像說是茯苓 茯苓健脾 補肺 粉光森我們都要知道 它補肺氣 它也算是白色之類的 對它色白 它是屬於白身 它補肺健脾的一個作用 再來就是白木耳 白木耳有潤肺 我們中間認為潤肺的藥 就是在顧肺在養肺的作用 可以讓你的自氣管功能好 潤肺 所以平常如果常常要講話的人 多吃一些這些潤肺的東西 還不錯 像玉竹 它也是比較潤肺的 三藥 我們知道的 它是健脾補腎的 所以它對氣管也是好 還有蓮子 還有健脾的作用 在中醫認為一些比較色白的東西 都是比較潤肺補漆的作用 所以可能腸胃氣區 需要講話的人 容易疲倦的人 就可以平常多吃一些 這些比較色白的一些中藥 好 這個是中醫的角度 那尹醫老師 有沒有什麼這個比較補養的方式 建議一下 我們應該看一下 就是如果說 就是真的就是 你常常昏昏欲睡 不分時間 比如說上午也有昏昏欲睡 下午也有昏昏欲睡 那我會建議做一個睡眠檢測 因為你可能就是真的是 含氧量就不夠了這樣子的狀態 那另外在飲食裡頭呢 其實就是我們除了剛才中醫說的這些潤肺的東西 那像其實洪景天這個部分 它還是真的是可以補充 那甚至包含一些小分子的氨基酸 像是一些雞精類的東西 雞湯類的東西 它其實都是可以快速振奮我們的精神的 那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的空氣流不流通 還有足夠的水分 其實比較少看足夠的水分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評估 很多人都是喝不夠水分的 大家覺得喝得夠液體 不等於喝得夠水分 兩個是不一樣的事情 大家覺得喝得夠液體 不等於喝得夠水分 兩個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還是那個水分要提醒 因為你昏昏欲睡喝個水 如果就能夠解決了 不是一個最便宜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對